哈囉,歡迎收看公民丁 看到這個fancy的圖就在我們今天來聊聊全球化啦 正常在開始之前是要問大家 你的鞋子來自哪裡呢? 你可以看一下你現在穿了鞋子 觀察一下尺寸那邊 通常就會告訴你這張鞋子是哪裡來的 舉例來說,這是我現在在穿的鞋子 它是愛迪達的 愛迪達是一間德國的公司 但是這張鞋子卻寫Made in China 是中國製造 最後我在台灣買到它 這就是一個非常鮮明的全球化的例子 這位大家都很熟悉的Nike 你可能知道Nike是一間美國的公司 但是Nike的鞋子是哪裡製造的呢? 根據美國政策交易委員會的資料顯示 Nike的鞋子有將近四成是由越南製造 三分之一在中國製造 約四分之一的印尼製造 還有少數來自印度 至於Nike集團的營收 雖然它是一間美國的公司 但是只有43%的收入是來自美國本土 其餘的57%就在去海外 包含台灣 這些國旗不是亂放的喔 這些國旗是代表Nike在當地是有分佈或子公司的地點 這種在多個國家設計、營運、生產、製造、銷售的公司 我們把它稱為跨國企業 跨國企業就是可以觀察出全球化的例子之一 但是除了跨國企業之外 你所想的手機也可能是全文化的痕跡 就算你拿的是HTC或ASUS 內部的零件人就多半是國外生產的 你去電影院看電影 不論是看日本的你的名字 看好萊塢的電影 看英國小說改編的怪獸 以他們的產地等等 或者是你很喜歡韓國的團體 你帶的捷運可能是德國公司或日本公司製造的 川普是人要處理全球化對美國公演帶來的影像 你開心的吃著麥當勞 大家都有看過冰水奇緣海洋奇緣等等 或者是其實跟你我距離很近 但是我們常常忽略著這群來自印尼、越南、泰國、非兵的國際移工 這全部都可以觀察出全球化的現象 再說一個例子好了 我前陣子去新加坡玩 快看到一個景象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拍下來給各位看 雖然這樣很像變態 但是這是新加坡街頭的中學生的打扮 他們穿的鞋子應該就跟各位的品味非常類似 Nike還有Vance 而這個同學貝爾包包就是Adidas 距離我們好幾千公里的新加坡 竟然有如此相像的景象 這就是全球化 但是說了那麼久 全球化到底是什麼呢? 那目前的介紹為止 你也許可以感覺到全球化的各種痕跡 那我們現在給全球化這個概念下一個比較廣泛的定義 我認為全球化就是 世界成為一個相互關聯 而且相互依賴的共同體的過程 而世界要怎麼相互關聯跟相互依賴呢? 這個過程就是藉由資訊科技 或者是交通運輸的革新所達成的 為什麼資訊科技跟交通運輸這麼重要呢? 各位要知道啊 地球一直以來都是一顆地球啊 從來沒有變過 但是為什麼到近年來 我們一直強調全球化 強調地球村 就是因為科技的進步 把我們的距離越拉越近 在地上的距離沒有改變 但是以前要航行 好幾個月才能到達另一個大陸 現在坐飛機不到一天 就能到達遠在天面的第一個國家 所以在一秒鐘之內 就可以把訊息算分到世界各地 這些改變就是造就有全球化最重要的關鍵 沒有之一 就是最重要的關鍵 而全球化可以從三個面向來觀察 包括經濟面 政治面 以及文化面 經濟面這邊最明顯的例子 就是我們剛剛有討論過的跨國企業 這些跨國企業 幹嘛不乖乖在國內生產銷售就好了呢? 原因是因為他們可能想要去找尋便宜的生產要素 像是工廠一往東南亞去製造 因為人工便宜就是一個例子 或者是他們需要更大的市場 像是樂高是單賣的 但是單賣人口不多 他勢必要賣到歐洲各地 甚至是全世界 還有在馬來西亞該樂高樂園 才能夠賺到更多的利潤 或者是有某些政治因素的考量 舉例來說 歐盟國家內部彼此沒有關稅 因此其他地方的企業就會想要到歐盟內部去生產 將生產出來的東西都不會再被課稅 因此就會產生跨國企業 而在政治面 各個國家會產生更緊密的合作 或是受到彼此的制衡 像是聯合國孫天的目的之一 就是為了維繫各國關係的穩定 或者是北韓的不穩定 除了會影響到離他最近的南韓還有中國之外 對於日本、台灣甚至是遠在台北洋另一頭的美國 都會受到他的影響 或者是前陣子金正男的哥哥 金正男一次在馬來西亞被暗殺 也就造成了北韓跟馬來西亞政府間的緊張 還有前陣子鬧得滿城風雨的南海爭議也是一體之一喔 注意文畫面 大家常看的美國隊長、鋼鐵人在全球造成了風潮 或者是我們的審美觀都受到西方的影響 認為女生就是要苗條、男生咬雞肉 還有英文這個語言幾乎可以協助你全世界走透透 在之後的影片我們會詳細介紹文畫面的全球畫 大家可以去看看喔 我們先在這裡暫時打住 但目前為止大家理解了什麼是全球畫 下一支影片我們會進一步和大家介紹什麼叫做互相依存 全球畫的迷思 還有台灣跟全球畫的關係 大家就繼續收看喔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要分享按喜歡 讓全世界的朋友們都被公民釘給照亮喔 還有記得訂閱頻道跟按粉專讚 在影片的下方更多資訊都有 郭明釘我們會見 掰掰